浑春位于吉林省东部 地处中朝俄三国交界区 与俄罗斯暴地公园相邻 浑春地区的真阔浑交林 是东北虎最佳栖息地 是东北虎迁徙中国的最佳狼道之一 他们所说的狼道 是指生物移动或栖息的通道 它就像动物专属的高速公路 连接起各个保护区 让东北虎可以自由自在地迁徙 浑春是东北虎的主要栖息地 一只东北虎活动范围 需要四十平方千米以上 但是整个浑春 可供东北虎的生存面积 只有一千零八十七平方千米 但是随着保护措施得力 老虎种群数量正在日渐增加 如果没有合理地疏导狼道 他们被挤在一起 势必会出现互相争斗 甚至尽心繁殖的情况 刚刚壮大的东北虎种群 将会再次陷入生存迷茧 狼老虎所提到的汪清兰家林场 是与浑春相邻 是浑春东北虎 向外扩散的重要通道之一 张红军在这片林场工作了三十多年 以前林场的任务是伐木和御林 以确保国家建设的需要 而随着国家对生态保护的重视 伐木在二零一四年宣告停止 取而代之的是对森林的养护和保育工作 张红军的任务也随之发生转变 由伐木工人变为巡护员 张红军每天的工作 是按照规定的路线 巡查森林 由于山路崎岖 他每天只能步行穿越森林 寻找盗猎者设置的捕猎网套 进一步保障了野生动物栖息 繁衍的生态环境 慢点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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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年汪清林野菊的工作人员 都会将所有清理的套子 进行统一地销毁 张红军告诉我 最开始每天上山 能找到上百个猎套 但是到了2017年 已经很难发现新的猎套 这是个好消息 它意味着 盗猎行为 在严厉的打击下已经消失 所以这里 应该是东北虎报 扩散的黄金浪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Untertitelung 杨栏目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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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我们终于懂得了 与这颗蔚蓝星球和平相处的今天 这片森林的王者 他们又在哪里呢